卡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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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在紡織工的家庭 他出生在紡織工的家庭 我先翻譯一下 卡內基 他曾經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他曾經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他出生在1835年 出生在紡織工的家庭 小孩子的時候 他其實要接他的 perfection 是專業 他父親的專業 但是工業革命在18 18年底 就是 Late 1800 Late 19th century 在19世紀的 對不對 末期 工業革命毀了他們的 craft的工作 技術技能 所以 家庭必須要離開 再離開到美國去找新的機會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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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他到了壁茲堡 这个壁茲堡当时是国家制造铁的中心大本营 中心集中,所有工厂都在那边 年轻的卡内基,这个art其实是零星的工作 art,基数,基数是有零零三三,不是偶数 所以他当时就接受很多零星的工作 在棉花工厂,他开始就用机器来织布 Carton College Factory 后来就是当Messenger,送快递的 Messenger通常是送信的 在电报的办公室 Telegraph 他常常被要求到deliver,要去送信息 Message to the city theater The theater 剧院 在那里呢,他就会看话剧 所以他因为冲到戏剧院 所以他就刚才在那边就看话 看戏剧,或修话剧 他就学习到了很多的历史 所以其实我们学历史是可以学到很多 Watch place,一些伟大的playwrights,作家 他也花用掉他大部分的leisure hours 就是闲暇的 leisure是休闲,闲暇的时间 in a small library,在小厨租館 这小厨租館是当时的local benefactor benefactor是当地 maner是好心的 benefactor是做好事的人 叫manerfactor 因为banner是good factor,做好事的人 慈善者 当地的慈善家 使这个library变成可得到 bearable bearable是可以得到 就是说你是可以进去图书馆 各位同学,library在以前 其实是有钱人家的藏书馆 他后来会有这么多library 就是第一个,这些人死了之后 不会把财产交给小孩子 何况书 书根本就没有,小孩子不会想读书 有些人小孩子不会想读书 所以他死了之后就把他的藏书给捐 捐出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什么 把他藏书的地方就建了一个书馆 大家可以来这边读书 第二个捐给学校 通常他会因为顺便把学校的那个 通常顺便会把学校建一个图书馆 去建一个放书的地方 然后把他书都放在这边 然后呢,那图书馆全面就是感谢 这种众人的捐赠 所以图书馆是这样 然后made的寿指是什么? library 使得这个图书馆可得到 可得到什么? 大家可以去取得书 to walking made available to walking boy 那又什么叫walking boy? 当时的男孩子 就是他可能还没成年 就必须要工作 因为家里经济也不够好 所以必须要工作 工作的那种同工 像你们如果现在去工作就叫walking boys 你们只是boys 你们根本就不是adult 好,再见 所以我们讲卡内基 当时是说钢铁大王 当时美国有两个大王 一个叫做石油大王 叫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 我们也会介绍到 再次是钢铁大王 就是卡内基 那他是怎么样呢? 他看到了great potential 这个是potent potent是潜能 所以I see potent in you 我看到你的潜能 那加上al就是全部的潜能 就是potential 有潜在的可能 所以潜能叫potential potent potent是能力 in the iron 你们都念iron 我都会念iron 我直接把舌头卷起来 好念 iron 好 你要iron 你舌头会卷不过来不及 对不对? 并不是不可以 所以你们大部分都念iron 这是台湾的教育方法 我后来我发现全世界都念iron iron 这样就不会很难念 我就先捐卷 iron 所以为什么IR IR很容易念成IR 因为你卷得快 iron industry 钢铁的行业 he deported deported是他全新的投入 在replacement of wooden bridge 当时的桥都是木桥 那木桥开始 因为有汽车很深 木桥会进不起汽车压 所以开始要改成是钢铁桥 with strong iron ones 用铁桥 and earn a fortune 所以他把很多木桥改成铁桥 然后赚很多钱 her further he further 他就进一步 further 介绍了new steel refining 就是精制造铁 就是比如说钢 所以铁 你把 我们来说 铁 在铁矿里面 除了你把杂质去掉之外 那杂质去掉的一个基本方法 就是你把铁变成融化 融化之后铁 因为杂质通常都比铁重 像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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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它是比较重 铁比较轻 所以你把铁 含有铁的土融化之后 铁就会浮上来 你就把它捞起来 这样就变成是铁块 然后再看看你要用什么 造成什么模型 就变成铁块 如果这种精制过程 再重复做的话 铁的含就开始变硬 铁变硬就是含碳量高 所以当你的含碳量低于10%的时候 就是一个铁铁 含碳量只有10% 低于90% 那个铁就非常的坚硬 可是有一个问题 它会变成怎样 很容易生锈 很硬度高 但是很生锈 那硬度高的时候 你铁片一敲 被裂掉 所以它就是继续再把10%的含碳量 再减低 当它低于5%的时候 当含碳量5%的时候 那个铁开始有延展性 然后变得比较不容易生锈 我们就开始生锈做不锈钢 钢铁并不是不会生锈 请不要误会 只是它生锈时间比铁要更久 你看看铁是在水里面 它是不是需要有氧气 还有碳 才有生锈 所以生锈是个氧化过程 有氧还不行 还有碳 铁生锈是有氧 有水 有碳 所以它把碳减到最少 它没有碳 它就不容易生锈 所以它只是更久而已 并不是不会生锈 那百分之百的铁太软了 就是铁 铁的百分之百太软了 含3%以内 我们称之叫钢 它就会有延展性 就是有够软度 它又够硬 那么含3%以上 就开始硬度就变增高 硬度钢就做菜刀 然后它导热性又好 所以做锅子菜刀没问题 但是把这3%以内做钢 就是要把房子生锈 可以转型做形状 铁的话很硬 不容易所以可以切割 对不对 如果加上钢 就变成乌钢 乌钢的话就更硬 可以切割铁 就是类似这样 它发现了含碳量的减少 可以让铁更好 所以它就int to steel int to steel 就是铁 steel是铁 steel 到了1900年 这个by很多同学 很多老师都翻译在做之前 其实不应该叫做 到了1900左右 它就说在那个20世纪初 或者19世纪末的那个时候 叫by by是附近 你记住喔 街气是一样附近 到1900年的附近 就是那几年 Carnage steel 卡内基钢铁 produced more 更多的methal than all of the Griton 它比英国还能够製造出更多 其实你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因为铁的制造方法改善了 所以那么多塔炮 那么多的坦克车才能制造出来 还有船才能制造出来 那当时我们叫做钢铁革命 钢铁革命引发了战争 对不对 好 好 再 你们知道 如果今天的枪 含你的钢 你的铁 如果含碳量太高 它的冲击力 因为火要空中间空就好 它可能铁会裂掉 对不对 因为它很应对 但是它会裂 会破裂 会碎 所以你射击人 如果拿那个枪的品质不好 会伤到自己 对不对 所以它才会不断的改进那个铁的韧性 就是我就算是里面 枪里面有爆 它的铁因为钢的直度 因为它有软度比较高 所以它只是会扩充 会放大而已 但是它不至于爆掉 对不对 也不会裂掉 那个枪裂掉是很危险的事情 对不对 好 会伤到眼睛 好 接下来 他现在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 卡内基钢铁 已经比全英国的钢铁 要生产更多的铁 在However 所以他很聪明 64岁 他退休 这一段呢 是一个转折 所以他用一个However 他赚了很多钱 之后 他开始在思考 我的人生到底在干嘛 我只是为了赚钱嘛 College 他就开始表达他的不舒服 什么不舒服 过生意人的生活的不舒服 好 每天都是在跟钱 钱钱 Wishing 他很希望能够spend more time Receiving 他能够多吸到一些instruction 指导 所以我们大学讲是叫instructor 告诉你一个结构 告诉你一个思考的结构 你就有能力可以思考 所以instruction叫指导 他希望接受更多的人的指导 还有reading 还有收到更多的reading Systematically 就叫系统的 系统就是有制度的 就是你们现在的教育制度 你们现在的教育制度里面 他很早的教育呢 就是从德国 德国教育制度 使得我们全世界的教育制度 有很大的改良 那我们现在回归到教育制度 其实最重要是你的思考的能力 还有阅读能力 就是我们知道阅读 你为什么今天要读物理化学 因为一篇论 一篇文章 一个资讯 它一定含有那些知识 你没有那些知识 你很难读得懂 好 报纸啊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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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各位同学 我是念这样 Systematically 不是system 因为念这样m 就重複两次了 对不对 Systematically 这样你才不会念得很长 He once wrote 他曾经写过 为了要更多的 overwhelm 是指压倒 被因为生意的在乎 因为我太多的被生意 这些照顾 care 照顾 因为我要去照顾生意 所以我被压倒 我就 因为全心思都被工作压倒了 overwhelm 不是好事 当然是压倒 我要更多的 要能够持续在生意上面 能够在生意上面 with most of my soul upon the way make more money in the shortest time 从此有能够让我的思想 可以在短期间赚更多钱 must degree must degree degrade是叫降级 me 让我降级 degrade me 让我降到低一点的程度 beyond hope of permanent recovery 已经要超越什么 永久的复原的希望 他为了intellectual 叫做知识 智慧的追求 智慧追求 to the strong desire for intellectual pursuit 为了要追求智慧 intellectual pursuit 这种写法是非常高级 你看 这是当时的文章 很像我们现在的文言文 intellectual pursuit 会导致他就把他公司卖掉 他还是很有钱 因为公司卖掉 retire at the sixties fall 好 found of 喜欢 请说 请念 请 你的TI没念 前面的TI 那只是把它拆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念的,有这种困难吗。正确,你要粗乎几次,老师也不能够一直都是这样子,就给你正确答案,让你去追求。应该是,你自己去摸索出来,我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对不对。接下来啊,没有念完啊,赶快念完。 50, so you have to do 50 million,或者million dollars,好,这个字呢,他最常讲,他说放到他喜欢,放的是喜欢,他喜欢, 他喜欢说,死的时候很有钱,dies rich,死的时候很有钱的人,是很丢脸的,很可耻的,disgraced,你死了,留下那么多钱,是很可耻的。 carnage, then turn his attention,他就把他的注意力,to give him away his fortune,把他的财富给,赠送给人家,叫give away。 所以我跟他说这是赠品,this is a give away,give away就叫做赠品,赠送的。he abhor,老师都希望跟你讲不要念abh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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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hor的。 包括我刚刚要跟你讲了,这个有个字,我就做这个记号,这个词Process。 你要用動詞 process 但是我們都用process process 那只是高低音 所以他討厭慈善慈善會 什麼叫慈善會 捐錢 然後就沒事 慈善會就是 我們大家來聚集起來 然後每個人都捐錢 然後我們說我們要捐做什麼事情 那叫charity instead 相反的 he uses money 他使用錢to help others 所以我常常講 help you to help me 幫我來幫你 help me help you 就是這裡有個to被省略了 幫助別人來幫助他們自己 所以重點就是 我要給你技術 我給你能力 你才能夠幫你自己 幫助別人幫他們自己 叫help them help themselves 幫幫 好 所以這個我常常講 help me to help you 幫我來幫你 就是從這裡句話來 he established established open 他建造了2500 超過2500的圖書館 and the sponsor 這個字剛剛有同學 sponsor 你剛念sponsor 因為他已經在字尾了 他不會是高音 所以高音的話不會唸or 低音不會唸or 所以sponsor are sar sponsored d sponsored 這個字當然是s-p-o-n-s-o-r 叫做贊助 然後sponsorship 你不是贊助這樣的一個關係 he is my sponsorship 他是贊助我的人 sponsorship 然後numerous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s 看一下 我們直接看一下這個字 你看字尾是不是是t-o-n 所以念tion 前面是不是有tu mathematics steak institutions 你只要決定的字尾到底是怎麼念 剩下就是從頭 tor到一個 quadrant 我已經對一個母音這個詞 institutions 我是不是唸得這樣很厲害 但是各位同學 請千萬不要以為我比你們優秀 沒有 我在你這個年紀 這個字我起碼唸了五百遍 institution 因為他還可以加L institutional 還可以後面還有一個字 我可以唸好幾次 我是苦不唸出來的 但是至少我慢慢的找出一個道理 institution 像憲法叫constitution 這叫憲法 憲法是建造constitute institution是內在的 所以我們科學的機構 結構institute 所以stitute 這是結構的意思 做狀態 stitute 一種存在的狀態 constitution叫做建 我們叫做憲法 憲法 各位同學應該知道 constitution 所以我們很難理解 憲法跟constitution 這兩個字怎麼搭在一起 它其實是說 一個國家的基本的架構 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們是什麼樣的國家 那個在憲法裡面寫 是不是 然後憲法是基於人民的同意 這是在憲法裡面寫的 institution是什麼 它是一個裡面有結構的 那就是一個抽象概念 就是說我們形成一個讀書的團體 我們並沒有看到房子 但是我們內在有一個分層固責結構構造 叫做機構 架架架 那constitution是憲法 by the time he died in 1919 他1919年死亡的時候 given away 350 million dollars 好 所以你應該可以了解 why did Andrew Connage move to 他為什麼要去美國呢 A 他爸爸 他提供了好的工作在B之堡 B He didn't want to follow 他不想接遵守 照著他的父親的專業 第三 They were serious 他們很嚴重的 They were 有嚴重的政治的問題在蘇格蘭 Skoland 所以美國人其實大部分都在蘇格蘭 旁邊那個愛爾蘭 那個附近去 Because 第一 因為他家人 他們無法過生活 在他們的家鄉 你覺得哪一個 把它唸出來答案 A A是 那個爸爸 被 提供了好工作 offer B 是 他 不想要 照他爸爸的職業 第三 在蘇格蘭 有嚴重的政治問題 D 他們 他的家人 無法過生活 在家鄉 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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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Cose B 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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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個瓦子 不太確定 不太確定 來 這裡寫了 他爸爸的 因為工業革命 毀了他們的 技術 家人就 必須要離開 去美國 去找新的機會 所以這是代表的意思 工業革命 把他們的工作取代了 C 是說 嚴重的政治問題 工業革命 是政府 工業革命 是大量的 大量的技術 都被機器取代 大量 A 是說 他的爸爸 在B's Bar 找到工作 B 是說 他不想做他爸爸的職業 他後來就是先去做一些打零工的 Boy Walking Boy 有沒有 那 也因為這樣機會 他有機會去讀話劇 看話劇 然後 他 有機會 去讀 在圖書館 因為工作很少 R 是稀稀稀少的 打零工 應該是 活不下去 他才要 其實大部分的美國的 都是因為活不下去 生活太苦了 當時還有一點點 那個所謂的 那個 宗教的迫害 因為當時呢 英國 就是 那個 宗教 政府有宗教問題 所以這裡答案要租 好 要完 When the college began When the college began to show his interest 他才是對藝術和智慧的追求 還是有興趣 Show his interest in artistic intellectual 好 第三題再給你做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以下最適合 characte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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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特徵 描述 找出這個動作 How college manages 他如何管理 他是怎麼做出他生意的 manage 就是管理 來一個最好的敘述 描述 看一下 這其實都是理解 試試看 很好 所以如果你理解能力夠了 我現在就是說 你多練習 多讀 英語如果多讀 讓你對那個時候 那個 你一邊讀 一邊思考 這樣子 會讓你的那個能力 和喜悅度更高 好 好 第四題 How did college handle his fortune after his retirement handle 就是手 手來處理 我們叫做把弄 那怎麼處理 好 用手 你身為處理他的財富 好 更高的學習 好 因為他說 他 沒有辦法再承受 為了存錢而提升他的學習時間 這也是我的現在的狀況 因為我必須要工作 所以工作就影響我所有學習 你想想看 我在從40歲開始之後 我開始有一個生命的體驗 我工作一輩子 我工作十幾年 然後我得到什麼 好 好 也許那些物質東西 其實說 但老師有一個很深的體驗 我已經沒有人生活的希望 所以我就決定我要去出去 所以我去旅行 旅行之後 我再短短 我用了幾年時間滑雪 然後我用了幾年時間 我去充實自己 然後我甚至還把最近這幾年 執照考出來 因為我覺得人 是會有一個興趣 喜歡做這件事情 像他生命的動力 好 所以這些字都很不錯的 很不錯的字 但是就是很難 來我們請同學繼續來讀 這是98年的指考考題 The take our daughters to The take our daughters to work today 就是把我們的女兒們帶去工作 這個紀念字 The take our the day 這一個帶女兒去工作的地方 的日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話題 我們請來念 April 你們可以看到 April 那個 和我們做到的 做了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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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是說 我這裡先跟你交正一下 這是敘述 太大鬼 我會說 我會說 你會說 很難有 我會說 你會說 你會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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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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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